在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区,有一个特别小的国家,经常受到别的国家的侵略,当时中国实力强大,为了寻求庇护,便加入了中国,之后,他便不愿再离开中国,这个小国有着特别的优势,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特殊线,这个国家到底是哪个,他和中国又有着怎样的渊源,这里是使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于田国是在现在的新疆地区,在古代的时候,他们可是西域佛教王国,但是他们人口不多,经济也不发达,国家实力非常弱。 由于他们地理位置的特殊性,对别的国家来说,将他们所现在是可以获取更大利益的,所以于田国三天两头的会有战争,每一次的战争,他们最终都会以失败而告终,虽然他们有信仰,但在战争的时候,信仰却派不上用场,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 却没有办法阻挡,拼尽全力打完一场仗,剩下的人除了伤残就是老弱,即使这样,他们也守住了自己的国家,而且他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,始终不投降,每次来侵略他们的国家都比他们强大很多,也正是因为他们。 根本就不怕,哪怕牺牲再多人都要守护自己的国家,自己的地盘也才能有了他们的以后。 打仗多了,国家是根本没办法发展起来的,他们也不是没有想过去投靠别的国家,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比他们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是他们的敌人,怎么去投靠? 虞田国的百姓还有皇帝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忧愁,他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了,再打几次下去,他们也挺不住,可能真的就要被灭国了,在毫无办法的时候迎来了希望,这个时候属于汉朝时期。 汉武帝在位,汉武帝让张谦前往西域,再去的路上,途径于田国,张谦在此稍作停留,与于田国王见面之后,张谦了解到了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,于田国王也能够看得出来,在他眼前的这个人所在的地方,一定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,所以他们想要存活,必须依靠强者。 于田国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谦,希望得到他们的庇护,从而保下他们的国家。 张谦将这件事告诉了汉武帝,汉朝虽然已经很厉害了,但汉武帝当然不会嫌弃主动送上门的领土。 哪个国家不希望自己的领土越来越多,汉武帝答应了于田国王的请求,有了汉朝的保护于田国,这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,不再经历战争,于田国也慢慢地开始发展,因为汉朝帮助了他们,所以他们懂得感恩之心。 他们将自己国家的上等宝物珍品都会留下给汉朝进贡,当然,礼商往来是我们从古至今的礼仪,汉朝也会回馈于田国一份厚礼,就这样你来我往,两个国家关系越来越好,于田国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他们想要将汉朝的文化加入到他们的国家一起学习。 以此来表示,自己对汉朝的忠诚和感谢,就这样,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越来越小,但好景不长,汉朝灭亡之后,于田国再次失去了强者的保护,除了外界的侵略以外,他们自己国家内部也起了乱子,只是因为他们宗教信仰的问题,一直以来他们信奉的都是佛教,后来却被一些其他的人带入了伊斯兰教,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够被代替的,最终也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 到现在为止,他们还是会有人信奉伊斯兰教,但大部分的人都是信奉佛教的。 于田国在佛教中的地位那可是数一数二的,内外的压迫让他们一度陷入了迷茫之中,他们知道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,再发起战争真的要被灭国了。 唐太宗上尉,唐朝崛起,于田国又看到了新的希望,于是于田国王又找到唐太宗并且说清自己的目的,唐太宗当然欢迎于田国的加入, 但是在西域不仅仅只有于田国一个小国家,其他的一些国家对唐朝并没有那么顺从,唐太宗为了统一管理他便起兵到西域,那些不顺从的小国家看到唐朝的实力。 也明白,作对下去没有什么好下场,最终在强大的统治下,他们一一归顺,于田国也正式地成为了唐朝的领土,为了表达感谢之心,于田国每年都会给唐朝上供,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。 他们不仅仅是将文化传播到自己的国家,还将自己国家的姓氏改为理性,唐太宗看到于田国的真心诚意,便将自己朝代所有的技术交给他们,这样才能够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发展。 这也是为以后的发展铺下了道路,随着两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好,唐朝把自己国家的公主嫁到了于田国。 在以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持两个国家的关系,在发展上能够让两个国家更加稳定。 直到后来,唐朝也发起了战争,后来被称为安史之乱,这个时候如果换成别的国家,肯定跑路了,但是于田国并没有这样做,他们一直默默地支持着唐朝, 直到后来唐朝彻底灭亡,于田国也没有将唐朝的文化,历史全部丢掉,而是继续发展,随着后来朝代的兴起,也都和于田国保持着联系,最终于田国所有的人和汉族的人都可以相互来往,并且结婚生子。 传宗接代,本来于田国是非常具有西域特色的,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和汉族人几乎没什么区别,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以前他们和汉族人通婚, 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于田国和中国的关系,随着朝代的灭亡,新中国成立,于田国也是彻底解放了,不用再担心战争和被灭国了,于田国的独特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他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关系上, 古代中国统治者智慧地将于田视为西域地区的主导力量,与其建立了友好关系,通过贸易和政治上的合作,于田国得以借助中国的力量保持其独立性和繁荣。 同时,中国也通过于田作为西域的窗口进行对外交往和掌控,这种合作方式不仅促进了西域地区的发展,也使得中国国力得到提升。 于田国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他们与其他西域小国结盟的能力上,由于受到邻国的侵犯和掠夺,西域小国之间常常互相敌对。 然而,于田国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,成功地与一些小国结成了联盟,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御阵线,这不仅使得于田国能够有效地抵御侵犯,还有助于保护整个西域地区的稳定,除了政治智慧。 于田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,也是其能够效傲西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在经济方面,于田国通过积极投资和发展贸易,成为了西域地区最繁荣的国家之一。 他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,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商品和财富,也促进了科技和文化的交流。 于田国的繁荣昌盛不仅仅吸引了西方传教士,商人和旅行家,也使得他们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。 文化方面,于田国不仅保留了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,也吸收了中国等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。 这使得于田国拥有了独特而多元的文化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、建筑、音乐和文学。 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丰富了于田国的内部生活,也为西域地区带来了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机会。 于田现在就是著名的和田县,还是我国最美育种之一的和田域的发源地。 和田域颜色洁白,入手温润,雕刻的首饰向来使人们的心头好,价格也十分高昂。 总的来说,于田国通过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成功地抱上了中国的大腿,并在西域地区笑傲,他们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关系。 与其他西域小国的联盟,以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,都为他们的繁荣与昌盛做出了贡献。 于田国的成功值得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赞叹和纪念。 一位著名的佛教旅行者玄奘大师在外出路过和田镇,便听到他们说在汉朝那个国家,他们有着蚕丝这种东西,据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很多昂贵的布料,价值连城。 但是于田国的国王便想要和他们打好关系,并且得到蚕丝。 殊不知,那个东国君王并不愿意将蚕丝给他们,哪怕花再多的价钱来买都不行。 因为这个东西并不能够大量生产,于是于田国便想到了一个办法,他们主动向东国君王求亲。 在那个时候联姻是非常常见的事情,东国君王并没有多想,便答应了这门联姻,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了于田国国王的儿子。 殊不知,这都是于田国的计划。 在这之前,国王便派人找到了公主,并且告诉他,让他想办法在出嫁之日带上残葬种子。 只有这样以后,公主才能够穿上更好的衣服。 在新婚的那一天,公主便将这种子带上了,因为当时东国君王是下了命令的。 残葬种子不允许带出城外,所以在城门口,有很多人对外出的人进行检查。 当然,连公主的迎亲队伍也不例外,公主便将这颗种子放在了自己的帽子里面,为了避免搜身的时候被查到,那就麻烦了。 即便是公主犯了错也要一视同仁的,所有人都检查完毕,到了公主的时候去放行了。 他们只是普通的人,怎么敢去搜公主的身呢? 就这样,这位公主将自己嫁到了于田国,还将种子带回了这个国家,从此以后于田国也有了蚕丝。 对此,你怎么看?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